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除了健康的观念要打底之外 那还有要带着大家先看一看大健康的调研数据 大家都知道咱们国家呢现在都在倡导大健康 健康中国嘛 大健康的事业呢也因此蓬勃的发展 那最近有一个我们国家的最新的国民健康的这个报告 中国国民心目当中对健康的排序 大家看不生病啊只排在第四位 排在前三位的是什么 第一是心理健康 接下来呢是睡眠好肠胃好 那后面排的啊更是皮肤好啊身材好啊等等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今天中国的国民 他们对健康的理解离疾病是越来越远了 反而是离生活越来越近 那大家对于健康的需求有太多太多种 那今天呢我在这里啊 重点是跟大家讲六个啊 分别是免疫的健康与防护 心血管 骨关节 以及肠道的健康 还有塑形和美肤这两大人群 需要注意的营养问题 那第一个呢我先跟大家聊聊免疫力 当下啊免疫力的重要性 大家都清楚 什么财力物力都不如免疫力 那免疫力到底跟什么有关 大家现在应该都知道 肯定跟您的坐骑啊 睡眠啊 运动啊 情绪啊 都有关 但是那要我说 免疫跟您的营养肯定更有关啊 大家同意吧 那还别说大蒜素啊 松果菊啊 这些可以快速提升免疫力的营养素 那和我们日常基础免疫力 密切相关的这个营养素 又都有哪些呢 那您比如说蛋白质 各种的微生素 矿物质 益生菌 那还有一些药用的植物成分呢 你比如说甘草啊 姜黄啊 微生素C 好了 那我们呢先来说说蛋白质 这个我相信好理解 因为人本身它就是蛋白质 为主要原料构成的吧 每个细胞的这个完整和功能 它都要依靠蛋白质 那每天呢 都要有一部分的细胞 迭代更新 那您要是没有原料 那又何谈免疫力呢 对吧 而且啊 好多人也都知道 等到了关键时刻呢 人们特别需要提升自己免疫力的时候呢 好多人呢 争相去打那个免疫球蛋白 就是注射抗体啊 那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这个免疫球蛋白 就是这个抗体的原料是什么呢 那不就是蛋白质吗 所以说呀 您的蛋白质补充足了 那个抗体的原料也充足了 您体内这条生产线 它就不会因为原料的短缺而停产减产 那这个人的免疫力抵抗力 不就自然也就提升了吧 除了蛋白质之外 那好多人呢 他容易忽略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 大家注意啊 因为在人的体内啊 这么多复杂的代谢和免疫的反应当中 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 可都是一个重要的参与物质 我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其中的这个锡 大家都知道 负锡的大米啊 负锡的鸡蛋呢 都比较贵 那是为什么呀 那就是因为很多的研究发现呢 这个锡啊 可以增强我们人体内 免疫细胞的杀伤力 对我们的免疫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各种 必毒维生素 那都是体内加工蛋白质的 重要的参与者呀 所以对于免疫力来说 那也是很重要的 此外呢 一提到免疫力 大家就都知道 维生素C 这个VC啊 不仅它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 与免疫力相关 而且 维生素C啊 还可以直接提高 免疫细胞的吞噬能力 那就有研究报道 就可以通过这个电子显微镜 直接看到 在有维生素C的这个环境当中呢 免疫细胞啊 就更加活跃 那个变形的能力呢 也更强 就是这个吞噬那个病菌的能力啊 它也更强 所以啊 大家你在日常 都要注意维生素C的补充 那在特殊时期 就更要加强补充 那您知道VC的好处了 但是呢 您也别忘了 像干草酸啊 姜黄啊 等等 这样一些植物的提取物 它们对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也有好处 那咱要是有条件 能把它们组合起来 那这不就相当于 从这个一把刀 变成了那个多功能的瑞士军刀的意思了吗 对吧 那这不就是组成了一个 增强我们免疫杀伤力的利器吗 那除了这些 与基础免疫力密切相关的营养素 那大家也别忘了 还有一个与免疫密切相关的健康的好伴侣 健康的好伙伴 那就是益生菌 当然 益生菌呢 对于我们的健康作用确实有很多 那这里呢 我要重点的说一下 益生菌对于提升我们免疫力的作用 这个益生菌呢 到了我们体内 它就会和那些个坏菌呢 去搏斗 维持我们体内的这个菌群的平衡 而且对于免疫来说呢 益生菌的好处啊 它还是可以日常的训练我们的免疫系统 让这个免疫系统的功能呢 更稳定 你免疫力低了呢 它帮你提升 当你免疫紊乱的时候呢 它还能够帮你维稳 所以啊 大家说 这对我们的免疫力是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大家您就记住了 对于基础免疫力的维护 就是这个现在大家常提的这个免疫打底 那就需要有蛋白质 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 益生菌 微生素C 还有甘草 姜黄 这些植物移植物 免疫打好底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 心脑血管健康 大家都知道 心脑血管疾病呢 是健康的头号杀手 那道理 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动脉周样硬化嘛 说白了 就是这个血管的壁上挂上油了 慢慢呢 它就变窄了 甚至变堵了 那这个油是怎么来的呢 那不就是我们血液里的脂肪多了嘛 那咱们今天体检 你都知道 这个报告上啊 它有个胆固醇和甘油三脂 这个血脂 它们一多了 你再加上不注意抗氧化 那这个血液里的脂肪一多 然后一旦被氧化 好了 这就是伤害血管的利器了 那这个油呢 它可就慢慢的开始挂在这个血管壁上 就跟我们那个家里的下水道 它是一个道理 那血管一堵 不就把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营养给阻断了吗 如果再往后 那心梗 脑梗的意外 不就来了吗 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营养素来改善呢 首先啊 您得了解 作为任何一个人 您别说是有三高的人 还是没有三高的人 这个蛋白质和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 它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基础营养素 那在这里呢 我呀 重点要说的是针对血脂的这个源头 我们要补充什么营养素 那在这里呢 你比如说像鱼油啊 茶黄素啊 这些调节血脂的营养素 那鱼油可以降低这个甘油散质 那同时呢 它还可以预防啊 这个血液里的细胞啊 粘在一起 你粘在一起 这不就是血栓的那个道理吗 那也是很危险的 另外呢 大家也知道 说喝茶能降血脂 其实啊 这是因为里面的这个茶黄素 它呢 主要针对我们血液里的胆固醇 可以降低血浆胆固醇 而且啊 最好的地方 还是在于这个茶黄素 这个营养素呢 在降低胆固醇的同时 它不会有任何的干毒性 让我们放心 好了 那既然大家都明白了 心脑血管的问题 前提是血液里的脂肪多了 那就明白了 想要解决它 就得首先要把那个血脂的问题解决掉 所以您就明白 那这个鱼油和茶黄素组合起来 一个对付肝油三脂 一个对付胆固醇 强强联手 调节血脂 这不就更有利了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讲讲骨壳 有句俗话呀 叫做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老了 你这个骨关节的功能就差了 别逞能 我相信呢 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定会深刻的体验到这句话 那可能一会上下楼 这个膝盖就疼了 一活动那个颈椎 咔咔作响了 干一点活 就感觉这个腰啊 也酸了 腿也沉了 所以啊 不管对哪个年龄层的人来说 必须保护好骨关节的强健 咱们才能更好的 享受自在的生活 那想把骨头养好 那需要保证哪些营养呢 我这么一问啊 我估计很多人都会回答 不钙 没错 骨骼里啊 最主要的成分 确实是钙 但是大家也千万啊 要想到 这个骨骼里 可不仅仅只有钙啊 那这里面 它也有蛋白质啊 还有鎂啊 还有猛啊 鲜啊 铜啊 这样一些的矿物质 和微生素D 它们都参与维持骨的结构和代谢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先来说说蛋白质 一方面呢 咱们这个骨头里啊 本身它就有骨蛋白 所以骨头呢 它不是一块脆的石头 它是有韧性的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这个人的运动系统的健康呢 它还涵盖了软骨啊 肌肉啊 肌腱啊 等等 缺一不可的 那这些组织的主要成分 就是蛋白质 那至于钙 对于我们骨骼的重要性呢 想必大家也都太熟悉不过了 没错 钙对于骨来说啊 就像钙房子 肯定需要一个重要的原材料 那就是砖 这是一样的道理 那我在这里呢 只是要提醒大家 虽说砖很重要 但千万记得 不是只有砖就OK啊 鎂啊 鲫啊 铜啊 猛啊 这些矿物质 对骨质的强健来说 也是不能缺少的 你如果说钙 它相当于砖 那其他的这些呢 那就好比是沙子呀 水泥呀 钢筋啊 只有让它们一起 协同起来补充 那骨骼的这个大楼呢 才能长得 既高大又强健 此外啊 我还要提醒大家 维生素D 对于骨骼来说 非常重要 因为呢 它可以帮您 更好地吸收那些 吃进来的钙 那大家知道啊 说晒太阳 能够补充维生素D 但是您发现 我们现在的这个 生活习惯也决定了 我们晒的阳光 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呢 你为了保证 钙的良好的吸收 我们一定要注意 额外地加强 补充维生素D 所以现在大家 您就明白了 要想把骨骼养好 您就需要把蛋白质 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 结合起来 那还要额外地 注意加强 钙 鎂 银 铜 萌 这些矿物质 以及维生素D的 补充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讲一讲 肠道健康 提到肠道 您可别以为 只是便秘啊 哭泻这些问题 肠道作为我们人体 非常重要的 消化器官 它好不好 那对我们人体的健康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你比如 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啊 包括免疫力的低下呀 其实也都是密切相关的 那有什么营养素 能够让我们的肠道保持健康呢 我今天重点 来跟大家说说 膳食纤维跟益生菌 首先我们讲讲膳食纤维 它呢 是清理肠道的一个必要的工具 我们的肠道呢 它就像是那个下水道 当你这个下水道里面 垃圾堆的越来越多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诱发 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那您比如说肥胖啊 高血脂啊 这些问题呢 它就容易发生 那这个膳食纤维呢 它不会被消化 它到了肠道以后啊 它就会像是一个网子 或者说是像扫帚一样 把肠道里的那个垃圾呢 包裹住 然后把它给扫出去 清理出去 不过呀 您可要知道 我们日常吃进来的膳食纤维啊 是远远不达标的 有报道说呀 今天人们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只达到了推荐摄入量的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二的缺口 所以呀 我们要注意 把缺乏的一定要补充起来 而益生菌呢 可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 对付那些让我们生病的坏菌 让肠道的这个菌菌呢 处于一个健康平衡的状态 那益生菌有那么多种 那么我该怎么选择呢 您呢 就记住三个字 那就是活 量 效 这个活呢 就是指您吃下去的菌 它首先要能耐胃酸 耐胆汁 经过这个重重的考验呢 它能活着到达肠道 所以它才能发挥健康的作用嘛 量呢 就是指我们要确保这个益生菌 在经历了这个加工 运输 储存 等等 这个一系列的过程之后 到了保质期的最后一天 它还能有足够多数量的活的菌 那这个效呢 就是要看 那这个菌 它有没有做过那些人的临床实验 能不能拿得出数据和结果 此外啊 您还得看 有没有给这个益生菌带足食物 那个益生菌的食物啊 叫益生源 那给一种益生源 和给两种益生源 那肯定也不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呀 只有满足了以上的这些条件 那才叫真的好 真的有用 所以您就知道了 维护肠道的健康平衡 就需要膳食纤维 跟益生菌的这个组合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讲讲塑形 很多人呢 觉得塑形很难 其实啊 关键还是要掌握 科学的塑形方法 那我们说 减脂塑形呢 是七分吃三分炼 那今天呢 我们就主要来讲讲 这个七分吃 是怎么个吃法 你像蛋白质 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 营养代餐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塑形的关键点了吧 首先呢 我们来讲讲 蛋白质对塑形的好处 大家记住 能给我们人体提供 热量的营养素 无非就三种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那这个人呢 长胖 主要就是其中两种 吃多了 一就是脂肪 你吃多了 直接储存 那二呢 就是这个碳水化合物 吃多了 到体内 转化为脂肪 储存 而蛋白质呢 在体内 几乎不会转化为脂肪 那说到这 您就明白了 多吃点蛋白质 那不就等于 这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吃的少了吗 这个道理是不是很简单 我告诉大家 其实啊 这就叫做 调整饮食结构 想减脂的人 估计都听说过这个词 那怎么调整饮食结构呢 我告诉大家 很简单 其实就是多吃 优质蛋白质 少吃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就这么简单 而且呢 这个蛋白质啊 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排空时间长 说白了 就是扛饿 多吃蛋白质呢 那就是饿得慢 那这对结石的人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而且啊 蛋白质啊 对于维持肌肉啊 塑造理想的体型 那也是必不可少的 肌肉多了 有什么好处呢 可不仅仅是线条好看 关键还在于啊 这个肌肉多了以后 那这个人的基础代谢 它就高啊 那你以后 偶尔吃一两顿的 这个大吃大喝 那脂肪呢 它也不容易反弹 所以您想想 那为什么有的人 总说自己减肥 一是饿得两眼冒金星 然后一旦坚持不下去了 立即就反弹 为什么呀 那这就是不知道蛋白质的关键作用 那除了蛋白质呢 减脂塑形啊 还是不能忘记补充多种维生素的矿物质 因为这些营养素 它是维持我们机体健康的基础啊 而且呢 其中的一些营养素 对于减脂塑形 还有特别的好处 您比如说像B组维生素 它就是能够加速代谢 提升活力的一个重要的营养素 那有人呢 可能会担心说 说这个减肥啊 就得饿肚子 错 有了营养的代餐 您不用饿 它也能瘦 因为这个营养代餐的能量啊 很低 它那一包啊 才一百多千卡 相当于普通汉堡 也就四分之一 而且呢 它里面的营养素 它也是经过科学的搭配的 既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可以满足您的饱腹感 还不会有热量的超标 同时呢 这里边 它还有丰富的微生素和矿物质 让您呢 在瘦下来的同时 还可以更好的保持整个机体的健康 同时呢 它的口味还比较丰富 吃起来又方便 既能科学减重 又能享用营养美餐 您说 是不是特别好啊 那接下来啊 我们再来讲一讲美肤 当然了 那一个人整体的这个状态呢 中医啊 叫气色 跟它的这个气呀 血呀 都是密切相关的 那现代医学呢 它也会从免疫力的这个角度来诠释 你整个这个人状态好 那看上去 这个气色自然它也好 那就是皮肤啊 它也会好 人老了 你的气血亏虚了 那或者免疫力差了 那当然最直观的 就是表现在皮肤上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两个主要的营养素 也跟皮肤密切相关 那就是胶原蛋白钛 和抗氧化的 微生素C 首先啊 我们来说说这个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呢 好理解 说白了 那就是这个皮肤之所以有弹性 那不就跟咱们家里那个床垫 沙发店是一个道理嘛 那里面那个弹簧 那不就是胶原蛋白吗 数量够 弹力强 那当然它就年轻紧致了 你数量少了 或者说弹力断裂了 那当然它就松弛塌陷了嘛 大家注意啊 我们人啊 一般从25岁开始呢 这个皮肤里的胶原蛋白 它就开始以每年1% 甚至更快的速度在流失了 基本到40岁的时候 可能只有25岁时了 不到一半 那怎么可能撑得住呢 所以啊 您要想肌肤保持年轻态 除了日常注意保养 那我们还要及时的 把这个胶原蛋白补起来 那除了补胶原蛋白呢 皮肤护理的另一个关键点 就是抗氧化 其实啊 很多的皮肤问题 您比如说暗黄啊 长斑啊 等等这些 它都跟皮肤被氧化有关系 而且呢 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它还会加速皮肤的氧化 所以说呀 皮肤除了要补胶原 还要抗氧化 那您比如这个天然的 而且呢 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的吸收和利用 这个微生素C 那么讲到这里 您可能就知道了 要想拥有白嫩 有光泽的健康肌肤 那就要把胶原蛋白钛和VC 组合起来 双管齐下 轻松实现肌肤的好状态 好了 我们的六大健康需求 免疫 心血管 骨关节 肠道 塑形 和美肤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以后有机会 我再给大家讲讲 其他更多的健康需求 相信大家学了以上的知识呢 就能够更轻松的 给自己和家人 朋友更全面的健康呵护 那也愿 我们每一个家庭 都能有一个懂健康的人 关爱全家的营养与健康 让我们一起 为健康中国 为中国的大健康 努力 加油 谢谢大家